你们看看六卓会能大死就是很好的样子 他还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 也没有听过经 实际上就是听了几句经干经而已 他误了之后 你看看世出世间没有一样不通道 这是什么原因呢 心境 心地亲近 万云放下了 你心里头还有牵挂 还有是非人物 还有明文立养 还有无欲六成 还有贪诚迟慢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能成就呢 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自信 这个华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本来是福 就是你本来清净 你本来是一成不然 清净平等觉 是在无量受精的晶体上 都是你本来有的 你本来清净 你本来平等 你本来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 我们自己错了 违背了信的了 这个不是违背佛菩萨的教会 违背了信的 佛菩萨教导我们没有别 是叫我们回归自信 把自己的信 都再找回来 这就对了 所以这个一门深入 常识勋修呢 就很容易找回来 你搞多了时候 那就障碍很多了 道理在此地 等到你大车大悟的时候 然后才可以光修多文 所以四红十约 他这个次地很好 你看先叫你发心 叫你发心 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要去救他们 令一切众生历苦得落 发这样大的心 你没有道德 没有学问 你这个心是空的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那是一个动力了 推动你 巨大的动力 你一定要断烦恼 断烦恼 回归自信 就是圆满的德行 圆满的德行 也是自信里头 本来居住的 不是外面的 我还要帮助 我还要帮助 你人家